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 我们BeTiger在硅谷的品牌渗透率已经达到63% 我们98.75%的BeTiger学员能够完成我们的课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通常我们上线上课程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付费的录制视频的课程 基本上大概只有10%到20%的学员能够完成课程 但是我们有一套完全的服务体系 当你进来之后 我们所有的Course Management的团队 就会一步步帮助你 能让你完成这些课程 然后最终就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能力大幅度提升 拿到硅谷的offer 而我们在参加核心课程的毕业生中 有大概84%的学员能够在北美一线的企业 拿到offer 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生产的原创视频 包括我们的课程视频也好 还有很多的免费的讲座也好 我们的阅读量已达到2000万人次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BTiger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四个活动 而这四个活动呢 跟大家息息相关 而且我会为大家带来非常巨大的帮助 而且完全都是免费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BTiger建立的 全球企业一战式招聘平台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供内推 比如说在北美这边 我们可以提供给Amazon LinkedIn Uber 还有Hose这样的独角兽 等等一系列上百家的 北美硅谷企业 给大家提供内推的机会 然后在国内呢 比如说很多这种preIPO 还有一些很好的独角兽公司 小红书36克这样的公司 我们也能够提供国内的就业机会 和内推渠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硅谷经营访谈录 我想在座的不少的观众 应该已经看见了 曾经参加我们硅谷经营访谈录的内容 之前他的前期是叫对话硅谷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整理一个系列 叫做硅谷经营访谈录 而硅谷经营访谈录呢 我们会在每周二周四周六 在YouTube的B-Tagger平台定期更新 有观众问这些东西怎么参与 我最后再给大家讲 然后我们在这个 硅谷经营访谈录中呢 我们会邀请很多的硅谷经营访谈大咖 比如说像BMC的CTO 徐玲博士 然后还有Tinder的VP 还有Gruppon LinkedIn 这是迈克里是 LinkedIn的全球华人最高职位 对 然后还有Twitter 还有Lit Google 还有我们Google的总监等等 很多大咖来参加我们的 硅谷经营访谈录 为大家带来他们 是如何从出国 然后从一个职场的一个新人 到逐渐成为一个director 甚至VP一路的经历 非常当背后的故事 以及还有这些嘉宾 还有很多我们都放不下 OK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 就是在这个讲座举办的同时 我们现在在USC和UCB的校园 我们正在进行B-Tagger 2017全美群讲 我们选取了北美40所高校 然后进行一个全美的寻讲 就是我们的清元博士 还有明测师兄 他们会到大家的校园里 给大家进行那个北美求职 或者找工作的辅导 然后第四个 就是对应于硅谷经营访谈录 我们重新策划了一期 叫做北美offer背后的故事 他们这个故事的 它的就是来自于 就是刚刚在硅谷 拿到那个offer的学员 对 他们不是大咖 但是他们就是比大家 就多走了那么一两步 然后他们整个如何 学习CS或者如何 学习大数据等等东西 拿到硅谷的offer 平凡人的不平凡 就只没有白走路 每一步都算数 就是 不管他们拥有 跟大家在做各位相似的背景 因为他们曾经完全没有学过CS 或者完全没有 就是取得过相关的学位 但是他们就通过自学 或者是其他一些途径 或者是我们的帮助 能够拿到硅谷的offer 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 这种系列会给大家产生共鸣 然后就是能够帮助到 现在正在求职的大学生 或者在北美的留学生 好 这个是我的一个工作号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一下 有关上面四个活动 不管是 北美相讯巡回讲座也好 还是我们的微博经营访谈录也好 还是我们的北美故事也好 或者是前列的平台也好 大家就是直接扫我的二维码 扫二维码之后 然后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然后在客户 我会把商业的资源推给大家 就是你想要的一切 然后都可以从我这里收获到 然后我 对 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些介绍 那么 今天我们北美offer背后的故事 我们邀请到的是 刚刚在回硅谷拿到offer的Michelle 然后她会给她 学习怎么转专业 怎么一步步拿到硅谷的offer的 Hi Michelle Hello 大家好 你可以共享一下你的屏幕 把我那个顶下去就好了 好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我是泰哥 12月份的那一期的学生 第二期的学生 然后我最近刚刚拿到两个offer 然后刚刚拿到第三个offer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从真的是完全零基础 然后一步一步拿到offer的经验 我是一一本科 一一研究生 然后我是一点CS基础都没有 所以我之前其实是想要找 WE的hardware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领域的限制 所以我最后不得不转CS 跟在座可能很多孩子们都是一样的 当时我为什么要转专业呢 因为我错过了秋招的时间 我在 我是去年毕业 去年五月份毕业的 但是我在14年那一年比较宝贵的时候 我是16年毕业的 15年那个九月份 我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去招聘 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多说 机会会很多 所以不用着急 然后我就miss最好的时候 然后我是大概毕业前两个月开始找工作 大概三月份开始找 但那个时候其实资源已经很少很少 而且对于硬件来说 这个行业并不是很景气 加上我本人在硬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所以一直找到去年的九月份 终于被一个实习录取了 但是呢那个实习让我比较耗费精力 就是我每天需要花五个小时时间 可能有做这个intern 配的非常非常少 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care pay 我就想学东西 但是我明明是让我做的是这个A的工作 但是最后分配给我都是B和C和D的工作 就是完全跟我自己本专业也好 或者跟我人生的未来规划也好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 该不该转 因为大家我看很多人身边的人 转CS成功的 在我们专业领域上并不是 就是在我的那个同学吧 并不是很多 大家都还是在focus在WE或者说就回国了 然后那时候就会很无奈吧 就是也很不知道如何下手 然后也很怕付出代价 就是说毕竟学六年的专业 说放弃就放弃还是挺心疼的 关键是不知道能不能转成功 转不成功该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就纠结了很久很久 然后这份工作因为做实在太压抑了 因为我一边 因为我是做intern的 所以我白天大概六点钟就要起床 晚上大概八点钟才回家 我回家还要在面试 想要缴full time 所以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非常非常压抑 后来我就没办法 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说了 说就是一些长bc取经验吧 他们就说要不然你还是转CS吧 毕竟CS的开放的资源那么多 所以你自学的平台是很全面的 不像WE 它的自学平台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所以说我就11月份做到了 做完最后的intern 我就辞职了 飞到加州 想要一边学习一边找工作 你翻一下夜 sorry 然后 那个时候我就找了 我身边刚刚来到谷歌的一个 同一级别的CS的朋友 我问他我到底该怎么转专业 然后他把他给我的经验告诉我 比如说你先就是new grad的嘛 最主要就是focus在刷题 然后学data structure 然后就是学什么OS啊 或者学这全的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听了太多太多东西 就每问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套路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知道 到底该听什么 就是到底该怎么样 让自己更系统 最快的能够浪费最少的时间 走进这个CS这个行业 后来我就 花了一个 花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做了一下research 看了一下前端后端 大概是做什么的 然后 我发现就是前端的话 就是上手会非常快 但是呢 这个技术更新也很快 所以说你要不停的学不停的学 关键是对于像我这样转专业 然后急需要找到面试和offer的人来说 前端就是 不是有很多的捷径来走 就基于我当时那个调查了解到 就是说前端面算法还是挺少的 但是后端还是有捷径的 就是你如果运气很好的话 你可能所有的面试全部都是算法 全部都meet code 所以我想说 那既然这个 既然是有捷径 可走的话 那我就选择后端 而且后端感觉 越往后走 可能你的配会越高 相对于前端来讲 所以那时候 我也觉得 后端一个技术含量高 一个是配高 而且进入这个领域 可能会有捷径 所以我当时说 那我就focus在后端 后来我当时做了一下 伟生就说 Java是大部分公司都需要的语言 当然最好还会有一点什么 JavaSquip基础啊 或者Python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找了各种资源 我当时自学家吧 是在那个YouTube上 找那个韩顺屏的视频 我觉得挺有用的 就是中文 而且讲的非常非常仔细 还有一个就是 Tutorial Point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Open Source的学习平台 里面有任何你想要学的 当前的CS的所有的东西 在里面 而且非常非常全面 我推荐给大家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学习的 就是数据结构 我当时最早开始刷第一题 ToThumb的时候 我是用C刷的 而且还有Bug 因为我好久没有用软件语言 之前都是写那个Verilog VHDL都是一些Hardware 所以我那个软件的 那个Debug都有点问题 当时还蛮挫败的 然后前辈给我另一个建议 就是说 可以长流补缺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职位 你可以看一眼这个职位 Job Description 然后它需要什么东西 你现在不会什么东西 那你就记下来 然后以后有机会 或者有资源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学习 刷题的过程中 还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记得 准备Rhythmate和Project 因为我当时其实拖了蛮久 我当时就想说 我先刷三个月 然后我慢慢准备简历 慢慢准备那个Project 肯定来集 但事实上 证明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你还得 因为你还得找人改简历 而且Project 其实你要真的说 能够应付面试 人命运输到所有的细节 还是要花很多时间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一边开始学习 一边开始准备Project 一边开始准备Rhythmate 一旦有任何机会 都可以找人推 让你 毕竟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嘛 比如那时候 你身边有很好的资源 然后那个时候 你可能不Ready 但是呢 人家给你内推之后 你可能比如说一个月之后 或两个月之后 你有这个机会了 但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Rhythmate 什么都有 那很好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很可惜 就错失了一个机会 另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投简历 就是你一定要 不要总觉得自己 不Ready 不投 其实我觉得 投简历这东西 就是一个很长线的东西 就是不是说你投了 就会给你面试 所以你会很害怕 我如果投了 他给我面试了 我不过怎么办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作为一个 New Grad来讲 基本上如果是海投的话 其实人命中率 非常非常小 但如果是别人内推的话 就算他给你一个面试 从HR联系你 到最后 schedule phone interview 到最后onside 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是有足够的时间 去准备 你要相信你自己 因为有的同学 就是不敢觉得 觉得就始终 自己觉得没有 Ready去投这个简历 所以真的就错过了 很多黄金时间 比如说现在 Facebook 然后Amazon 还有Google 他们都放出了 2018的这个 照片计划的对签 所以说那你说 你此时不投 那等什么时候 我就记得很清楚 在如果是在8月末 就当年我求职的时候 如果是在8月末 这个时间底 那个回复率 都真的是 就那个时间周期 会很短 其实 就是说你投出去了之后 可能一两天 两三天就能有回复 就能schedule面市场了 但是如果此时 拖到9月中 或者9月末 或甚至是10月初的话 此时你看着 比如说LinkedIn上 或者是Glassdoor上 还有那么多职位 但其实 那个时候 就已经不是 怎么说呢 就那个时候 就业市场 求职市场 就已经 所有人都醒过来 都开始投了 就那个时候 在投的话 那个时间周期 就会被拉得很长 就可能投了之后 一两周才有回复 甚至两三周才有回复 然后再schedule面市什么的 对吧 如果此时 你这个在学校的压力 又牵扯上一些 me-term的压力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 就是说 你自己的漏得会非常的重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 就不要觉得自己 你自己永远不会ready 我跟你讲 你刷了三百道 你就觉得你想刷到四百道的时候 再投 你刷到四百道的时候 你就想刷了五百道的时候再投 你这个根本就等不起 真的是等不起 就是现在开始就要去投 就是永远是抱的机会 是最多的 然后再强调一下 你看 在做这种 你看Michelle当时是做这种学习计划 你看他这里就很清楚 你看他写的是 了解基础数据结构对吧 然后啪啪啪 这么几个 这么几个东西 而他并不是写的是 我要刷题刷成三百道 刷成四百道 所以说这就是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就不要以刷题的数目 为一个直接导向 你一定要确保你 每一个数据结构的这些 基本的数据结构是没有死角的 你不能只刷array或tree 对吧 你stack你不刷什么的 就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你一定是要理性的 就不要只图number 你一定要去cover 自己所有的数据结构的支持点 确保自己没有盲区 对 然后尤其是对于转正业的同学来说 那你尤其是computer science的 这种fundamentals的东西 也是一定要 就尽量补起来了 对吧 你记一下课名 计算机网络呀 然后操组系统啊 然后这个数据结尾算法 这就不用说了 然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一些东西 也要会对吧 对这都是要在早期规划的时候 做的这种一些学习计划 我做如下的补充 Michelle可以继续了 对我特别同意是让老师说的 就是我当时我想分享一下 我当时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说 Amazon非常好投 就是你只要有简历 然后你简历只要好看一点 基本上都会给你OA 只要你OA做得好 基本上就直接给你发offer了 那个时候很多我的学姐学长 都跟我说 我refer你啊 你赶紧来啊 你到时候只要做个OA 哪怕你自己不会做 你没有基础 你找人帮你做 你都可以拿到offer 因为那时候真的 far非常非常低 但那个时候我没有redme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project 没有redme 那时候我想 哎呀无所谓啊 反正到时候等到 那个1月份 怎么怎么样 我肯定redme也好了 project也好了 但事实证明 我1月份的时候 其实因为有个 12月份的个假期嘛 大家都放了个假 都给自己也放了个假 到1月份 那时候又是一个 春招的一个黄金期 那个时候 也是一边准备project 一边准备redme 但那个时候 因为project正在准备中 所以我都不敢投那个简历 所以导致我 其实错失了 很好的机会 就amazon这个 我感觉当时挺心痛的 其实事实证明 那个时候 只要你是没有大神 帮你做一做 当然这个方法 非常不推荐啊 但是投 用于投机取巧的话 那也是不可行中的可行嘛 就那个时候 如果说真的说 好好准备一下 自己的简历 或者怎么样 也许就会有机会进到flag 就这样 然后 我想分享一下 其实我当时做完 那个学习进化之后的实际情况 就我那时候 因为没有系统上 我算法课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我做一题一题不会 所以非常非常沮丧 非常非常挫败 曾经一路想放弃 就是万事开头难嘛 大家都是这样的 就头前面摆到的时候 我感觉我都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我很多地方都是在 可能在背答案 就是在基于 自认为理解基础上背答案 甚至可能看不懂答案 但是 嗯 这种情况下 就是怎么说呢 嗯 一定要走 一定要挺过来 其实 大家智商都没有问题 就在于是愿意坚持 坚持到最后 肯定消灭到最后 嗯 那时候 就是因为自己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所以就一直想抓住 救命稻草一样 去找很多 身边的那些成功的案例啊 成功的什么转CS的案例 听说什么芭蕾的转CS 学了一年 也进了CS 然后我就觉得 哇塞 为什么他都可以 我有WG基础 有理科基础的人 我却不行 然后我那时候问了好多人 每个人都给我一套方案 就那个时候让自己就 就很block 就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走 是不是该坚持这个 因为有的人跟我说 你先刷题 刷400道 一定有工作 有的人跟我说 哎你不要刷这么多 你就刷200道 你把200道做精了 你也一听亏有工作 然后还有人就跟我说 什么 哎呀 其实题不重要啊 你去什么start up 或什么样 他们更不问你算法 就问你这 就问你那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脑边充斥着很多声音 你就不知道自己 到底该干什么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任何一个人成功 都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他的成功 你觉得是必然性 必然性 是因为基于努力 和天赋的情况下 必然性的话 任何一条路 你只要坚持走到底 是一定会成功的 但你不要说 peak这条路 做20%你就放弃 然后你就听到 那个声音 你就去做那个声音 再听到那个声音 再去做那个声音 你最后肯定是 嗯怎么说呢 丢了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 然后我后来就 给自己放了一个架 然后我就开始 调整自己 那个时候 哦 后来我就跟长辈聊天嘛 我也觉得 就是你要认清自己情况 不可能什么东西 都是一下子全都会的 你只能脚踏实地 就像 那个刷题刷不懂 当时我tosome 那个hashmap 因为我一点 那个什么map啊 去的基础都没有 当时那个tosome的 最优解是用hashmap来做 我那hashmap 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我在里面 就是真的是 抠的 一遍一遍一遍 抠 我感觉这条题目 我当时第一遍 我做 我可能做了七八遍吧 我才 我才懂 hashmap 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的 我的先学条件不太好 大家那么聪明 肯定会比我走得更快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当然也是应人而异 就是 有的人他可能比较有自己 一个系统的学习体系 所以他是可以通过质量来 你通过那个 不用做很多题目 他就能够融会贯通 举于反三 但有的人可能 嗯 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学习方法 所以说 数量改变质量 在某些的程度上 也是可取的 当你做一百道 跟你做两百道 做三百道的时候 真的是你整个脑子里面的 思路和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整个人处于 非常block状态 到底不知道该怎么走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 读一个新的master 然后我那时候听说过 很多什么机构 那个硅谷 有很多线下机构 线上的学习机构 也是价钱也不便宜 时间但是挺短的 但是也不知道 自己参加这些机构 是不是真的能够 学成什么 或者说怎么样 然后当时也心疼 钱嘛 就觉得 是不是还是坚持自学呢 也许 看身边这么多人 自学成功了 什么三个月去谷歌 四个月去Facebook 两个月去Amazon的 我想 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但那个时候 我其实很多朋友 还蛮好的 他跟我说 你应该系统地学一下 如果你觉得 那个master太久 因为master毕竟 至少一到两年时间 那等于说是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 读了一个master 对我来讲 可能时间大家有点高 所以 我当时 那些同学都建议了 我几个机构 所以我自己 在 11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有对 这几个机构 做了一下research 然后 我当时是 我是算打广告 不算吧 没事 你就讲你的学习体验就行 行 当时我就 后来我就 抱了泰哥 就这样 然后 我觉得 大家遇到压力的时候 一定要是会 处于自己焦虑情绪 就有时候 焦虑情绪 会影响你自己的效率 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你可以通过运动啊 跟朋友 就是 聊天也好 或者说 倾诉也好 或者说 怎么样也好 就不要把自己 放在一个不好的情绪里面太久 我觉得 对于我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你在 需要做成一件事情 并且阻力很大的时候 你有必要抛弃一切 不必要的社交 就当时我刚来加州嘛 然后前面很多大牛 感觉吃个饭 隔壁桌都是谷歌的 然后那边都是Facebook 就觉得 哇塞 感觉这个地方有很好的资源 应该好好的去社交一下 也许就以后 找工作也好 人生的那个career的 pest的规划也好 肯定是有帮助的 所以 当时来的时候 是有浪费在一段时间 社交上面的 因为这些社交 其实大部分社交 还是基于吃喝玩乐 其实这个东西 会分散你很大一部分精力 所以我觉得 在你什么都没有ready的前提下 还是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些社交 我当时是阻断一切社交 我是 一周七天 七天都在学习 我没有参加任何东西 所以 可能我这个情况比较极端 但是大家应该 考虑好学习 分配好学习和玩乐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因为 迫在眉睫是生存 迫在眉睫拿到offer 想要在opt结束期间 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offer 所以说 我觉得 大家要认清主要矛盾 其实是可以抛弃一些 什么狼人杀呀 这种活动 那种活动的 然后我想说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 其实我就刷了三百多道题目 但是我身边很多人 刷到四百道题目的 就是跟我情况很像 完全零基础的人 我们是这种感受 就是当你在前一百道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零基础的人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就 而且很挫败 就是 前一百道花的时间是最长的 我感觉我前一百道 我整个刷题周期 差不多是三到四个月 但我前一百道 我可能用了将一个半月左右 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 一提一提不会 代码代码写不出来 然后 逻辑思维也是混乱的 因为 不是很会用数据结构 也不是很会 更不要说什么 最优解不最优解 然后到你 当你到一百道 到二百道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遇到的题目 只要不是特别难 特别tricky的题目 我脑子里面 都有一个基础的想法 而且往往这个想法就是 最后看一下答案 都是可行的 但是写代码的时候 因为毕竟 focus在刷题上 没有很多 那个工业的 那种什么代码能力 写这显大了 所以代码能力 也不是很好 其实bug非常非常多 但我感觉 就是二百道 三百道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那个时候 脑子是最清晰的 就是 很多题目 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好像见过 其实题目都是很像的 都是同样数据结构 只是它不停地变形 不停地变形 然后就感觉 那时候可以不用看答案 然后也能自己写出来 那个解法 甚至可能是比较好的解法 但是那时候 那个代码 就是可能会有bug 或需要挑 或怎么样 我是大概刷了三百三十道 但是我身边 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他刷了四百多道 他跟我是完全一样的 那个基础开始刷的 他说 当他到三百道四百道的时候 真的是完全放飞自我 看到一道题目 非常得心一手 然后我就觉得 大家不要太害怕 或者不会或怎么样 其实你就 越是不会 你就越应该刷 越应该做 比如做到后面 做得越来越多 越来多的时候 你们脑子里面 都会形成一个思路 做任何题目 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什么方法 一看就知道 它该怎么做 什么的ON是 是ON的时间复杂度 还是怎么样 而且你都能优 自己能优化 比如说 这个东西 一开始拿的是ON方 我怎么样 那个弄到 更少的时间复杂度 那就是LOG M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Bunday Research 这个方法 就全会想出来 就是脑子里面 会转得非常非常快 因为我后来是报了泰格 所以我按照那个 老师上的 每周的那个实战课奖的题目 和留着作业刷的题目 那些题目我感觉 应该算是比较高频的题目吧 大家也可以就是 在你刷题初期 在网上做一下research 有很多人会有个列表 就是面试中经常出现的题目 高频题也好 或者说 让你最快上手题目也好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下research 根据这些有经验的 就是基于这些有经验的 那些题目来刷 我觉得会更快的让你上手 然后我自己感觉不会的题目 你不要想太久 尤其是初期的时候 我是基本上看那个 七八分钟 十分钟 没有思路了 我就看答案 看答案的话 如果答案看不懂 我就把那个test case 一遍一遍跑 跑一遍两遍三遍 我觉得至少 你说一般来说 跑到第三遍 你肯定也懂了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觉得 你在真的不会照题目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答案 敲一遍代码 其实在敲一遍代码的时候 你自己脑子也在跟着自己 也在跟着代码走 当你敲完的时候 大致基本上 很多情况下 你就懂的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你就光光看 光光看 看是看不出任何东西的 还有一个比较 也不是比较笨的办法吧 就是背答案 但是背答案 你不是说死背 死尽背 你是要基于理解 基础上面背答案 这个 然后你要自己标记一下 照题目 我是背的 然后你不会及时找人问 问清楚了 然后把它follow up一下 自己再重新走一遍 自己再重新打一遍 我感觉 刹期初期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看最优解 像那个什么 Vitcode 什么top那种题目 什么三个 一般有一个人特别牛逼的 那个叫什么 Stanson还什么的 他总是拿标题 是什么两行 加了四行的Python 我觉得这种完全不用看 他们都是有些数学方法在里面 我们就看最常规的方法 懂就行 在初期的时候 并不要求最优解 我觉得 然后到中后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我就开始投简历了 所以我是按照 一开始 我是按照Tag刷题的 当我投简历了之后 我就开始按照 这个面试的那个 高频题来刷题的 就大家买一个 那个Vitcode会员 它不是会有这个Tag 像我当时面 Facebook 还有面那个 Amazon 面那个微软的时候 都是按照那些那个高频题来刷 但我觉得其实还蛮有用的 我感觉 我当时Facebook的店面就是原体 然后那个叫微软 虽然说没有面到原体 但是我面到了一道死菌的变形体 所以我觉得 不用说去刷特别特别多 你就按照公司的 公司的那个高频题来刷 也是有捷径可以走嘛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你要保证自己真的是会的 你不要被答案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最优解 把你自己的解弄出来之后 跟最优解比较一下 看自己的缺失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follow up一下 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个题目 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步 然后它的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是怎么优化的 对于找小伙伴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当时我前期刚来加州的时候 头两个月是我一个人 完全一个人 当时其实还蛮孤独的 那会不会啥也不会 也没有人可以交流 又是一个人 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啊 然后三月份 二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泰格内网小伙伴 从宾州过来了 我们俩就真的是三个月在一起 每天都在一起 周一到周日 我们每天都在那个SU 那个library 然后啥题 我觉得那三个月 是我成长最快乐 就是不会可以交流 而且两个人的目标非常相同 而且会互相监督嘛 消费市场高 就比我一个人 就是会高很多 有时候一个人嘛 就会懒散啊 或怎么样 但是一旦有人在一起了 你看他在进步 你也会想要去 赶上他的脚步 然后那时候 我们是 有那个刷题小组 就是我刷题小组 我建议大概是 两到三个人 我们一开始是两个人 大概持续三个月 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又有一个 那个转专业的供养加进来了 我感觉这个 这个group size是比较好的 人太多的话 真的会容易聊天 或怎么样 我就不推荐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 刷题小组的 每个礼拜三和礼拜二讲题 我们到现在还在讲 就是 你一定要积极参与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是 那个小组里面最水的 所以我都不怎么说话 但是后来又要面试了嘛 没办法就push自己去说 其实你在讲题的过程中 你是在整理思路 你在给伙伴讲题的同时 就等于像是在模拟 在跟面试官讲题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 那个伙伴会可以告诉你 你的缺陷在哪里 然后你需要怎么样的 弥补自己的缺陷 并且他们会给你follow up 那你去怎么思考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推荐的 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每一次讲题的机会 在利用课余的时间 我觉得大家应该补充一下 CS基础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针对 完全零基础转专业过来的人 就是我感觉面试到现在 算法不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并不是很够 尤其是像我现在这个公司 它当时面我的时候 算法题非常简单 反而它面了我很多 我pujet里面出现的东西 比如说像卡卡呀 Spark还有问了我一些 像什么Screen Framework 这种东西 就是他们足以用到的基础站 然后问到我了 而且还比较巧的是 我之前因为做过这相关类型 所以他问到我东西 我都答上来了 但如果说当时 我跟很多的那些 New Grad一样 我只focus在刷题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机会 也很意思 还有就是 我觉得大家要合理安排一下 自己的学习时间 我当时给自己设定的是 每天6到8小时刷题 我就基本上早上9点钟出门 然后晚上大概 7点8点回吧 回来之后 我会再做两三个小时的project 然后可能就是说 你做project的时候 那些代码 你并不是完全懂或怎么样 但你一定要保证 你理解了这些 比如说基础知识啊 或怎么样 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它一定会问到你 所以你一定要 非常详细的知道 你每一步在干什么 它不会问到你很多 非常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代码呀 或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它一定会问你很多 知识点 比如说什么 no SQL啊 my SQL的区别啊 这种非常general的问题 或者更细致的东西 所以你这些基础知识 一定要保证你自己是懂的 我会去 比如说我投 这个公司简历的时候 我会看一下 这个职位的job description 然后看一下 就是那个总结一下 比如说我想做后端 看一下后端比较火技术战是什么 或者说某些人想做前端 你就总结一下 前端比较火技术战是什么 然后你把它整理好了之后 你看自己什么东西不会 你就去学一点 其实我觉得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懂 就是懂得很精 但是你一定要懂 就是一旦你说被人问到了 你可以说东西 你脑子里面是有东西 可以蹦出来 可以跟面试官交流 而不是说面试到这个东西 ajob description就给你了 然后你还只是在 你还比如说 你只会java 你只会刷题 你只会比如说database 只会cassandra 他都说了我要 我要radis 我要rabmq 我要怎么怎么样 你还是不去准备的话 我觉得你的面试很有可能会挂 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然后在选择project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的选择范围非常广 我比较推荐的是 如果你大神嘛 如果是比较牛逼的人的话 你就去github上去b 有很多很牛逼的project 但是我觉得b也是要时间的 对于我这种小白鼠来说 还是挺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当时是有用 那个bitiger的project 然后我上过cassandra的课 cassandra也有project的 然后Udemy和Udacity 我也非常推荐 就是课程又便宜 而且很系统 而且讲的也很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些自我 就是自我学习平台上 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 搜索一下 然后查了不全 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社交 对的 我也觉得 我觉得用更多的时间 做更有益的事情 我觉得 当你拿到offer之后 你在社交都不着急嘛 对不对 还有我比较 推荐的一个做法 是我当时室友跟我说的 他就说 我当时其实我想把整个周期 扩展到六个月 然后室友跟我说 你没有必要这么长的时间 他说当时我已经刷了200道 他说我都看你刷200道了 你再刷一个月肯定可以了 然后他就说 你就明确你刷多久 能把时间 把那个什么时间战线缩短的事情 不要把它放太长 因为越长 你忘得越多 忘得越快 就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嘛 就刷一道题目 今天还很熟很熟 然后下个礼拜就发现 好像不会做 再过一个月就好像 我没见过这道题目 所以我给大家尽量 把时间压缩起来 把你所有的可利用的时间 用在职者的事情上面 然后 合理分配时间的一点 就是你要 刷多少题 把这些题量分配到每一周 或者每一个月 或者每一天 我当时是想说 本来是想说 我给自己安排一下 每天刷十道题 但是我发现 对我来讲有点困难 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好吧 那我就这个月刷150道题 或者说 这个月刷多少多少道题 到这个月 你完成了之后 你发现你很有成就感 其实没有必要非常死扣自己 每天要刷十道题 八道题 我觉得 一人而异吧 我觉得压力还蛮大的 如果我完成不了的话 我建议大家 其实刷题 刷到一两百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投简历 就像我之前说的 投简历是一个 非常非常长的过程 所以你们要合理利用时间 因为到有面试 到最后能够onsight出结果 其实这个流程 可能要一到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 甚至更长 我遇到过 还有人是什么六个月 七个月都有的 所以你们要不停投简历 不停投简历 就把握好你所有的时间 见风插针 你在准备 你在准备每一个面试的时候 你在准备A面试的时候 就等于是你在复习 你在提高 然后你就让自己 不停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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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等于不停提高 对于求职的话 我觉得投简历就是 不要害怕投简历 大家可能会犯一个 比较普遍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会很害怕 就觉得哎呀 我的天哪 这个公司感觉好像很高级 比如像Facebook 那个什么谷歌呀 什么的 感觉我的天哪 万一有冷冻期 怎么怎么办 所以你不用怕 如果说你真的说 非常非常想听这个公司 那好 那你就先把它放在后面投 但如果这个公司 你没有那么想尽的 或者说是一些startup呀 或者你可以拿来 练手的公司 那你就尽早投 你越早投 越有机会练手 这样为你以后进大公司 或者说那个dream company 你可以做个铺垫 做个很好 一个阶梯的 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像我之前说的 就是你 我感觉 我现在这份offer 从我接HR电话 到phone screen 然后到最后的onsight 到最后出结果 真的是经历了 两个月 两个半月 其实是蛮长时间的 而且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 就是你在准备 这些的过程中 你就不要停 一直投一直投 内推是 我想说一下 那个内推跟海投吧 就是 等会我再说一下 这边先说一下 那个简历 就是你们 大家不要拿一份简历 去投所有职位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个 我之前有个HR跟我说过 就是所有的简历 不管是别人内推的 还是海投的 会先进一个ATS系统 就是一个简历筛选系统 所以你一定要根据 你投这个公司的 job description 然后来改 保证你 就是把 就是它上面有什么东西 你全都放到你简历里面去 就保证你在 筛选简历的时候 一定是match率 非常非常高的 我听说是 80%左右的match率 会增加你的面试的机会 当然就 根据每个公司而已了 就如果说你拿一份简历 去投所有公司的话 你很有可能 这个公司的技术是ABCD 然后你只有A 那你就match不上了 那很有可能 就算内推的 你也有可能会被拒吧 关于海投和内推 我想说一下 其实海投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用 我当时 我linked上 可能投了有三四百个吧 我拿到了面试 应该有四到五个 其实百分之一的回报率 但是我这些 linked上 还有indeed的 这些的海投东西 全部都是在我 吃饭 等饭的时候 等车的时候 然后我看那些 有 但凡是有match的 有一点点match的 比如说是做前端 或者做后端 做full stack 但凡有点match的 我就把那个 简历存在手机里面 就开始投 我可能吃个饭的时间 我就投个二十几份 三十几份 我觉得这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海投很浪费时间 但是你想想看 你本来吃饭 就要浪费时间 等饭浪费时间 那你就把这时间 投一下吧 万一有个面试 也是挺好的吗 这边可能会有 很多人会有疑问 就是当你把简历 放到比如说像 Indeed啦 Glasstor啊 或者说Monster的时候 会有一些那些 所谓的ICC 来联系你 contractor啊 或者联系你 做full time 或者contractor 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骗子 或怎么样 就是大家自己 斟酌一下 大部分的公司 是不是骗子 就是说 它是一个 第三方公司 他希望把你 录用去之后 再把你推荐给 一些其他的公司 这样它可拿到 中间的抽成 我觉得 我并没有觉得 这不是 很多人都说 contractor就得像 卖生器一样的 我并不是这么觉得 因为我看我身边 同一届的那些学姐 那些同学 还有学长学姐们 他们有很多人 都是做这些 类似contractor 最后 只要自己努力 都被派到 比较好的公司 比如派到微软 派到苹果 最后他们的 那个面试的机会 大家增加 一有 足里一旦有 opening 马上就填上去 而且面试 流程很水 因为你是 在足里面 工作的人 大家大部分的人 都留在了 那个公司 当然也有 很多声音说 你做contractor 很有可能 就是卖生器 或者1000签一年 你要如果提前走 会有 break lease fee 怎么怎么样 学大家自己 斟酌一下吧 你觉得是 机会重要呢 还是说 还是说 你的那个 时间战线 比较重要 然后 内推 我感觉 大家可以 发动自己 身边 所有的人 所有的资源 其实你想想 你的 你有那么多 学长 学姐 linking上 可以勾搭 那么多 同校的 或者说 是同一个城市的 再加上 你自己 可能亲戚 朋友也好 或怎么样 其实身边有 很多很多资源了 一定要把你 所有的 把你有限资源 无限利用起来 因为 我感觉 内推 还是让你 拿到offer 还是让你 拿到面试 是最可行的 一条路吧 基本上 我所有的面试 除了那四五个 海头的有面试 我后面 所有的面试 全部都是内推的 我当时 内推的时候 我是认识的演员也好 不认识的演员也好 我当时挺不要脸的 我就把那个 微信朋友圈 我全部goover了一遍 我看哪些人 我是后面 都有备注的嘛 比如说 我新家的一些朋友 我会备注一下 iGoogle啊 或者备注一下 苹果啊 备注一下什么 Amazon或怎么样 我就把他们 全部都骚扰了一遍 全部都投了一遍 大家都蛮好的 大部分的人 都是帮我投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害怕面子 你就大胆地 去找他们推 找他们推的话 他们没有任何损失啊 如果你被录取的话 他们还有bonus 我觉得这是个wink 还是 没关系 大家不用害怕 还有我就利用起来那些 求职贴吧 我觉得里面的很多人 可能说里面是不靠谱 但我有两个面试 还挺靠谱的 我就在那个贴吧里面 就试过两个面试 试过两个内推 就都中了 我觉得还是一定 有可行性的吧 关于面试准备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 那个面试的东西 把自己的project 好好的按条里的分析一下 就是看有些关键词 你不会的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因为很有可能 这个面试官就会问你 这些关键词 你把不会的关键词 记下来之后 做个cheat sheet 你可以找 还有就是说 你用一两句话 你要概括这个project 到底做了什么 用了什么技术 看到什么结果 一定要全部打到点子上 不要说太多废话 因为面试官 他们的时间也很宝贵 他们希望在 比较短的时间内 可能听到最多的东西 准备每个project 准备几个general question 就是一般面试官 可能会问到你 比如遇到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这个project里面 有什么收获 如果是你有co-worker的话 你怎么样跟co-worker沟通的 这些一些比较基础的 behavior question 大家应该也可以准备一下 我当时是 我去sheat就是 当时盛老师推荐我们的 他当时给我们拍了个照 好像十几页 我是有个 差不多也是七八页的 一些sheat吧 我把我所有的project 翻光面面 全部都涵盖了 在应付于 phone interview的时候 不会的 或者说忘掉的 临时紧张的 我就赶紧去看 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Mock interview 大家一定要找人Mock 我觉得 你只有在跟别人说 别人聊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自己的缺陷 和自己短处 不管是communication scale 也好 还是自己思路不清晰 也好 还是讲题方式不好 都会被人 别人都可以帮助你 把它指出 我之前在面试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你自己是面试官 你会问自己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 你在面试的时候 把简历的关键字 和job description的关键字 全部录列出来 根据这些关键字 着重的准备 很多人都说 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你在 尤其phone interview的时候 可以找几个小伙伴 大家有 大家一旦有 任何一个人 有phone interview的 然后你就不着急起来 一起做题目 这样很高效 然后也可以锻炼到 但其实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我感觉 我这个人吧 如果身边有人坐着 我就会 思路就会block 当然也一人而异 有帮手帮你 当然是好的 但是你要自己 控制好自己 因为有时候 我第一次 我人生中 第一个CS面试是一倍 我当时因为 太依赖别人了 导致我在面试的时候 就一直在等别人说答案 其实这个不太好 所以大家自己权衡一下 面试的时候 沟通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面试官 他面试你是要看 你这个人是不是 一个好的co-worker 他以后是不是 愿意跟你合作 所以你一定要 让他参与你的思考 你做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跟 那个面试官有互动 不要 把它全部做完了 你要让他知道 你在想什么 每一步你在做什么 都让他明白和清楚 不要害羞 不懂就问 我觉得面试官 大部分还是非常nice的 就在他们的引导下 他们是 一定会引导你 慢慢把它给做出来 就算再来的题目 面试官也会给你 足够的hint 你不用太害怕 或者说 我问hint会不会不好 或者怎么样 不会这样子 因为你在问hint的过程中 你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面试官可以看到 你是如何跟一个 teamwork的人交流的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加分的 大家在面试 Fone的时候 其实可以准备两台电脑 然后像刚刚说的 准备好场外求助 情况一人而已吧 最好还是能够 自己一个人解决 但是如果实在是 不自信的 或者说 不太放心的 可以找一下朋友 坐在你边上也好 或者说微信也好 或怎么样 那他们及时的 可以帮你找答案 或者怎么样 灵活处里面试时候 各种bug 遇到block的时候 沉着冷静 这个我就要说一下 哎呀 这个图好像不太清楚 就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当时 面的一家公司的 一个大bug 就是我当时面的是 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题目 是maximum subarray sum 我当时给了一个 定P的解法 ON的解法 但是我感觉 那个manager 他好像很久没有刷题了 他看不懂 我就给他举了个例子 从速度input是五个数 到后来变成了七个数 一个一个给他go over了 到最后给他 他让我举的第三个例子 差不多那个数度长 到十一个数了 他终不懂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挺慌的 我在想 我的天哪 这个会不会面试体验不好 会不会影响我 其实当时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非常非常慌 包括到最后 他让我follow up一个题目 我因为当时 那个电话信号不太好 就完全interrupt了 他就完全 他就跟我在电脑 电脑面前打字交流了 这点也让我其实挺慌的 我感觉会不会 影响我最后的面试结果啊 什么的 当时想了很多 就脑子里面 乱七八糟都是在想嘛 而且当时那个面试官 他可能真的是 很久没有刷题 我问了很多 就是比如说 我input该放哪里 output该存 什么存啊 或怎么样 他都说 为什么要存list啊 为什么要存耳锐啊 我说因为我需要 因为你有好几个index啊 你不可能只存 你要存某一个index 没关系 如果你三个都要存 应该放哪里呢 然后就这样交流 其实那个面试体验 非常非常不好 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如果他把我挂掉的话 我肯定会跟HR详细地说 我当时面试的结果会怎么样 然后让HR给我重新schedule 不过比较幸运的事 都pass掉了 那个面试官最后还是蛮好的 面试完之后 我推荐大家给那个HR也好 面试官也好 发一下follow up和感谢信 其实这小小的举动 看起来挺小的 但是它是一个蛮好的 keep connection的 那个一个手段吧 就以后你跳槽也好 然后换工作也好 其实未来都有可能会用伤 嗯 录取了之后 很多美国人都说 永远不要接第一个offer 就你要会compete offer 我当时比较着急拿offer 因为我想要在OPT结束期间 我要有一个比较好的offer 有一个paid offer 然后当时他就给我开了一个价格 我并不是很满意 我就跟他bid了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要有offer 才能跟他bid 其实你注重一下 communication scale 跟他好好说的话 把你的就是当期的情况 比如说你们组里面 又到这些技术站 我都很熟悉 一条条罗列好好跟他说 我甚至都跟他说了 我说哎呀 湾区的房价这么高啊 湾区的医疗保险这么贵啊 等等怎么样 然后最后我还是涨了差不多 两万五吧 差不多一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大家都要试一下 你不试的话 肯定不涨不涨价格 但是如果你试的话 很有可能会成功 反正他也不就一把offer撤销嘛 那你就去bid一下 呃 被挂了不要悲观 对失败是成功的 麻麻 我也觉得 嗯 很少有人第一份offer 我第一个面试就会过吧 所以不用太悲观 越面到后来 你就越会越得心运手 尤其是当你有一份offer在手的时候 你再去面试 整个人状态会非常非常轻松 非常非常自然 所以不用太害怕 只要坚持一定是offer的 哦 顺顺老师 要不要说点什么 嗯 没有什么吧 就是 就反正就是 就反正我经验就使劲头 使劲头 然后使劲面 然后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 就不管 因为你面试的时候会 就是相当于打怪一样 你第一个打的怪物 可能很 那个怪物可能很简单 但那个时候你级数不够 你就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你就fail掉了 比如说最开始我面试的时候 问我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当时我面那个职位 带有security出来 所以他当时面我的是 请告诉我什么叫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那这个东西 简直就是太弱智的东西了 但是刚时连这种基本的问题 都回答不了 那比如我是说 用英文都说不出来 对就说不清楚 比如说TCP UDP 用英文你解释一下 是有什么区别 我当时最开始的那个状态 就是回答这种问题 都结结巴巴的 所以就你就需要不断的 需要用这种真题去练嘛 我当时经过了面试 我才觉得 哎呀 面试是提高口语的唯一途径 我是有这种感受了 然后主要你知识储备 然后这个算法刷题 这一块都够了的话 然后口语在跟上的话 基本offer就打着打着怪 就能有了 反正这个是比留学申请 就是留学申请 申请一个master 这个过程要复杂的多的多 占线也要长的很久 比如留学申请 你就会知道申请期 是9到10到12月对吧 那出offer的时候是3到4月 然后415定结果 但这个可就没有了 这个虽然有招聘计在那个地方 但是不意味着招聘计 你就一定能拿到面试 或者是offer 所以就 而且学校 美国学校就那么 你就投那么十几个 可能最多二三十个 但总工作这个 要投几百个 所以这些都是 完全不一个难度的 所以就是说 尽早开始投 尽早开始练手 对 如果你想去大公司 就拿小公司练练手 如果你想去 就想去一个startup 你就可以随便投一些其他大公司练手 反正就是 就是这个面试 就很少 除非你是大神 除非你是大神 那你可能 我之前认识一个同学 他也没有在美国实习过 那他的第一个面试就是google的 然后在其他家出结果之前 他google offer就来了 然后他就不面别的了 对 然后他就去google了 你说这种大神级别的 咱也比不了是吧 那大部分同学都是要 面然后跪 然后面然后跪 然后面然后跪 然后面 然后过 然后拿offer 大部分人都呈现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觉得不要气馁 就是说不用觉得世界都是灰色的 别人也许是黑色的是吧 对 所以就使劲就去那什么就行 就去投 就去 就别让这些什么打死 就别让这些 让自己气馁的 让自己气馁的 打死 然后 每上你可以看一下 Q&A 有些同学在那问问题 你可以就是 那个打一下 你能看到Q&A吗 我看一眼哦 你把slide停留在那个 对 就停留在 就是你把屏幕停留在slide这一页 然后点那个Q&A按钮就行 你毕业之后怎么保持身份的 我有一个实习 就是我之前那个 那个做硬件的实习 我一开始工资很低 后来我就完全没有要工资 我就跟他说 你帮我keep一下身份 我会帮你干一些活 所以我 文艺翠翠还会干你一些活 所以一直保持到我OPT结束之前 演艺的时候刷题 准备rhythm 准备秋招还是演 当然是越早越好啊 你演艺的时候 你开始刷题 刷一遍 演艺的时候 你再刷一遍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其实挺羡慕 CS专业的学生 就很多本科的 这边在这边读本科的 在本科的时候 找实习 刷过一遍题 然后本科毕业 找工作 刷过一遍题 或者说他们去研究生的时候 找实习 刷一遍题 就他们最后 最后的最后 找到工作 尤其是研究生毕业 找到工作很多人 正常流程的孩子们 都刷了可能 四五遍题目 虽然题目就在增长 但是它提醒是不变的呀 就你肯定是刷了 越多的人越熟悉 这种东西就熟悉 真的是熟悉度取胜啊 C++ 加碼也不会加碼的 当然 我觉得语言就是个工具 其实你当时 如果你精通一门东西的话 你上手另外一门语言 非常非常快 他们都是有共性的嘛 像他们那种 就是 我当时就只学了加碼 我是后来面试的时候 感觉 因为我面到过那个 问过几个那个 full stack的职位 他们要 他们用 让我用 JS来刷 那个invert string 当时我就贵了 所以我会学 我学一点加碼 但是我 学一点加碼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说 你一定要focus在 那个什么 这个太火了 你就学它 没有必要 其实C++也可以啊 你就用C++刷题呗 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 认真刷了150道 现在就要投大公司吗 我建议还是先投小公司吧 先练手 练手之后 等到你 其实题目数量 不是很绝对的 我还听说一个朋友 是我们非常非常 圈里面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就刷过10道题目 就进了微软 真的是就10道题目 他就刷了微软 10道高频题 店面的时候正好是第一题 然后onside的时候 正好cover着所有四道题目 可以进入微软 这都不好说的吗 所以我觉得 还是先 一边刷一边投 先从小公司 中型公司 startup开始投 把你最 想要进的几个公司 放在后面 怎么找到 合适的project做 我是跟着我们泰格 他们有project的 然后我Casara 学过machine learning 他有一个project Udemy Udemy 也都有 就是你把这课做完之后 它都是一个课程 加上一个project 把整个课程follow up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些资源平台上 找一些 学校有project 当然更好 那你就不用去额外花时间 去找这些project 能把基础知识 这个或者什么时候 我写个doc吧 我 比较需要讲 讲的比较细致 我感觉那是什么 圣老师可能会有资源吧 到时候可以问圣老师 要一下 圣老师可以吗 可以啊 就列一下大块就行 对啊对啊 有一本书叫 那个硅谷之路 大家看一眼 其实里面还讲的蛮细致的 这是我们冯契任老师写的 那个是一本open source的 大家都可以看 不要 是free的一个资源 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练了很多 怎么准备system design啊 怎么准备那个 OOD啊 准备java面试啊 它都写的非常全面 硬件的工作 到底多难找 嗯 我感觉 现在大部分的硬件 因为硬件这个行业 摩尔电就走到瓶顶了嘛 对不对 硬件这个行业 正在缩水 感觉 只有像NVIDIA 这种比较有钱的公司 能够投那么多钱 放在research上面 我当时面的时候 百分之八九十的公司 还是叫senior 然后我做的是 FPGA testing 嗯 不是很有前途的职业 所以 嗯 如果你觉得 你在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并且也很突出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坚持 没有必要说 听风就是你去转CS 但如果说 你是为了留在美国 或者想要找个工作的话 当你发现硬件 有瓶顶的时候 那你可以及时放弃 早一点学CS 早一点投简历 刷了什么题呀 Litcode呀 时间复杂度 当年都没学过 是不是 啊 没有没有 我当时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时间复杂度是什么 就是只有在那个什么 随机过程 这种课上学过 但没有应用过 我跟你的基础是一样的 我是零基础 有哪些好的刷题网站 Litcode 目前比较全的 还有Git for Geek Git for Geek 对吧 那个盖门给那些 刷 不是刷题 就是他有 Litcode里面的东西 他也有 然后他解释非常非常详细 转专业面是timeline吗 或者对转专业同学 提供一些时间上的建议 我觉得你把时间 放的短一点 如果是你是零基础的话 半年不要再多了吧 就是你在半年 如果你是全职刷题的话 我觉得你在半年 真的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 如果你是有基础的 CS专业的 我觉得你就把它放在三个月 或者四个月 你给自己定个题数 比如说三百道 或者四百道 你在这个时间段里 你先把它刷完了 时间上的建议的话 我当时因为是在这边全职刷题 所以我是早上九点左右到学校吧 九点十点到学校 到晚上六点 刷题 晚上吃个饭 八点左右开始 到晚上十点半 十一点 我是做project 或者说看一下那些什么 Machines 二十二年代 最多的东西 时间大家自己把握 你把握到你承受的最大强度 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不要就是 我不建议你今天刷题 明天去出去玩什么的 这个其实挺分神分心的 怎么拿到Facebook面试 我室友是Facebook人 他帮我那里推的 每天刷六到八小时 我当时是全职刷题嘛 我就偶尔做一下 那个公司的那些东西 test 所以我时间是蛮多的 课程的话 我觉得主要矛盾还是毕业啊 那肯定课程是主要的 所以你要保证你在 完好的毕业基础前提下 你再把握一下刷题的时间 而且很多学校 很多公司是卡GPA的 像听说那个Oracle 好像卡到3.8以上吧 所以我觉得GPA还是蛮有用的 哪怕你狠水 万一你3.8就有机会面试 就算你再牛 可能你3.7都不一定有面试 对吧 所以学生主要矛盾 还是先把学业完成吧 什么贴吧 应用三分地 对呀 Project要做怎样的难度和规划 比较加分 我当时 我简历里面有四还是五个Project的 其实我正儿八经全部做一遍 三张代码走一遍的只有三个 我剩下的两个 我是看的那个理论课的视频 但是理论课的视频 我是能够保证我自己 在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都能打上来 Project 我觉得 如果说百分之百的时间 你要分配到刷题和Project的两件事上的话 不包括其他学习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focus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在刷题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刷题 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在Project 因为对于一个new grade来讲 或者entry level来讲 Project还是没有那么的重要 像我们公司比较奇葩 我们公司说的全是senior 这另当别论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 如果是要的是entry level的话 它是大部分还是focus在刷题上面的 就是算法上面的 Indeed的上有几个HR联系我 我也有 每天都有二三十个 Indeed的Monster什么的 就看你权衡了 有些你可以做一下research 像有一些比较大的ICC 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试一试 如果说你很着急去解决身份的话 这个比刷靠来靠谱 而且他们是 虽然可能会剥削你一点吧 但大的ICC口碑还是可以的 剥削的还是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进去之后好好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 也是一个平台吧 这个平台不推荐 但是也是一个 不可为而为之的 就对于一些比较着急 要保持身份的人 我觉得可以推荐这个 这个比刷靠要靠谱 我听见大家那个 用Indeed的Prime跟Hire的 这两个平台蛮好的 就是它是完全不收你的费用 它是收公司的费用 一旦你的简历过了 还有你的code interview过了 它会给你自动给你内推 它有一个HR 会比如说它会在一个 我记得当时Indeed的Prime 给我是三周时间 就是这三周时间 有个HR会follow up我 如果我 它会给我安排所有的面试 安排好了之后 我去面上了之后 给我keep offer 然后它帮我compete offer 如果面不上的话 它会一直给我推 一直给我推 直到这三周结束 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可能这公司 没有那么多有名的公司 大部分可能是医药公司 或者是什么机械公司 或怎么样 不是那种小当当的名字 但是这职位都是实打实的职位 如果大家 当前并不是那么容易 进Facebook和谷歌 这种特别牛逼的公司的话 我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平台 因为人家帮你follow up 不用你自己花那么多时间 去投简秘啊找资源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local job description 你就比如说你想找Facebook 那你就要看你喜欢什么职位 你可以搜下你的范围 把那个比如说 你要focus在backend 那你就 你就把它变成backend 然后你看backend 有什么job description 它会 它这个组需要什么技术站 你把它记下来 出现越高的 你就优先学习 出现越低的 你可以在面试之前 你再看两眼 它不一定会面试特别多吧 特别细致 但是那种常规的 比如像Java 它一定会问你什么Java 那个deadlock呀 或者说是多线程啊什么的 基本上都会问 所以大家做好笔记 别太可上课经历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请问大神在Flyer公司吗 我没有 我刚拿到一个Flyer公司的offer 然后准备 跟我现在的公司compete 然后对 因为那个公司 那个flag给的公司特别 给的公司特别低 所以没有想考虑 而且要relocation 所以说放弃了 电话的话 不会开摄像头吗 不会开摄像头 你放心好了 你的亲戚呢 就是你翻书的时候 声音小一点 不要让他觉得 你在翻东西就行 然后你可以整个两个电脑嘛 就是你用另一台电脑 有很多的时候 你前代码是Google Doc的 一旦你鼠标移出去了 当前的界面 它是看到的 所以推荐大家用另外的电脑 然后你不会的话 你就用另外的电脑去搜 PPT之后可以放出来下载吗 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吧 你有时间抽HMB吗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我第一年miss了HMB 因为我miss了黄金的 春招时间 然后明年公司给我抽 希望抽中呀 面试Fallstack职位 一定要用J Fallstack 我看这个组的 我是面过两个Fallstack职位 一个职位是让我用Java 另外一个很不幸 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你虽然是Fallstack的 虽然是我们的Job Description 小的是Java 但是我们现在组里面有三个Engineer 全是做后段的 我们现在主要一个纯前段的 然后就问了我所有Java的东西 然后那个面试我就跪了 所以权衡一下吧 Fallstack就是你前端也会 后端也会反正都不经 所以你在面试之前 好好的看一看高评题 网上有很多什么Java的敞考啊 那种网站啊什么的 你做一下记录 做一下那个就行 啊有没有被Cosystem Design 我听说的是 就我目前在这边的情况 掌握到的是 谷歌Facebook 一般不管是Enchannel Weibo 还是NewGrad 还是Cineer Cineer是B考 然后NewGrad也会考到System Design 但是可能的权衡没有那么重要 我当时面一家公司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有准备System Design 就贵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安全 level 就是你不是NewGrad 或者说你曾经是WE 工作了很多年或者怎么样 然后转专业到那个CS的话 我建议还是准备一下System Design 因为我们都走了设招嘛 所以念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需要花多少精力准备 感觉并不是需要特别多吧 这个算法还是王道 System Design的话 网上有很多资源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没有 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你System Design肯定是不好的 所有人都在扯皮啊 就看你扯多少了 所以你就网上找一点模板 好好的佛罗哈培下 好好学习一下 学姐之前说哪个贴吧 好多贴吧 host的面试考什么 什么都考耶 我考过算法 考过Java 考过JS 还让我用JavaScript来刷题 还考过很多 那个什么NodeJS的framework啦 什么前端的framework啦 什么Mingstack啦 这种都有考到 其实这可能取决于 这个组需要什么技术 你的project有什么技术吧 所以大家在那个 如果你们Rhythmia里面的那些技术 不是很精通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写上去 比如说你明明不会Java 明明不会JavaScript 或者说完全看不懂的话 哪怕你看懂一点点 你都最好 不是很建议写吧 我就怕他会问 一旦问的话 一旦播了可能就很不好说 所以如果说你要保证 你写在出现在 Rhythmia上的所有的东西 你都是清楚的 Prostep前准备了什么相关项目 我做了一个 那个咱们泰格的一个 Prostep项目 是 它那URL 就是把那个URL 从长因为那个叫什么 Twitter不是有一个什么原因 不能打超过140个字 所以你那个URL 你要把它缩短 我做那个东西 然后它那个PinWeb Application的 前端也有后端也有 网上有很多资源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都可以去 我参加的是CS501 就是那个直通班 泰格的那个 我忘了记起名字 不好意思 就CS501那个直通班 就是从算法 到System Design 到Java 还有一个实战课吧 都有 感兴趣的 要不然看两眼 打得差不多了 人在PinTech网站上 找他们的技术站吗 然后跟对信的 可以啊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就是你面试的时候 调有中对信 比如说 这个Java Description 没有出现JavaScript的话 那你就不要 你就完全可以 不用准备啊 这是点在网上 怎么学习 哎 网上学习东西啊 嗯 我推荐大家 那个Tutorial Point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学 我是在上面 学的语言和Data Base 它非常非常详细 从零开始教你 然后一点点教你的 Tutorial Point 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 又是开放资源 写的很详细 所以大家可以去 有什么也不会的 它都有个 它都有资源 所以你们看一看 可以透露一下Package 哎呀 我Package不高呀 我没有股票 我们公司只给 新年股票 不给我股票 然后我是现在的Package Package的话 我的年薪是12.5 嗯 没有其他 三样是 五千 还是六千 我忘了 没有Elocation 就这样 我的Package不太好 主要是没有股票 嗯 这点我比较难过 你在哪家公司高就 哎呀 我就不说了吧 我身家 听起来牛逼哄哄 但不是主流技术公司 会被你们鄙视的公司 我就不说了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基本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就 大家还有问题吗 就是这样就挺好了 感谢Michelle的这个分享 Michelle是我们这边 比较典型的一个 从零基础 然后又是转专业 然后又这个求职的时间 求职的过程中 经历了比较多的 这个坎坷和困难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后跟大家分享 Michelle他特别不容易 他开始以为 是需要写一篇很长的文章 他给我写了 七八页的那个沃尔文档 写了他的故事 我看的时候都可难受了 就看那个人就一点一点的 就从那个绝望中 寻找希望那种感觉 就是就一点点的 从来没有放弃 然后就各种不能夹体 还是什么 Michelle从来没有放弃 就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看那个文档 文档写了就特别感动 然后就 所以就觉得 每一个人 就没有流过血的手指 没有办法弹出 世间的绝唱 因为你本身 天天不服 不管是因为 转专业 还是因为 这个 就是能力 或者说智商有限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但主要你 坚持下去 都是能 work out的 对 所以就是 也是能 非常勤奋 也非常好学的人 对 我就建议大家 如果你决定 转专业了 既然你决定了 你就不要沾前顾后 不要怕付出代价 就不要再回头看 哎呀我会不会 怎么怎么样 会不会有 blog会不会不成功 没有什么会不会 你就一直往前走吧 你走往前走 肯定会 有一天有点个吐露的 不用放弃 GP对面市场工作 这个影响怎么样 我感觉影响 并没有特别高 除非是 像Oracle这种 对吧 裁员的公司 没有黑了 但他真的是卡检利的 他是卡3.81的 我记得 就Oracle就别去了 我们是不是 有好几个 Oracle的 刚来要喝的 过来 抱着上课来 我后来 最后一个月 刷题 那个小伙伴 是个姐姐 她在Oracle工作了六年 她也是做 Hardware 做硬件WE的 然后整个组裁员了 所以 所以就 转CS了 特别转CS 然后 让自己保持 然后 在一种状态 我觉得转CS 主要为什么 大家会转CS 就是你可能 这个领域 找工作 找到比较困难的话 转CS的原因 是因为 首先ECS 开放的资源特别多 所以你想学 是肯定能学成功的 还有就是CS的配 实在是 还是不错的 就你说 怎么说呢 就是那天 我去陪我的室友 他去买房子 他去那个BOA 去那个 depotate check的时候 首付大概是 二十多万吧 然后那Cash 就说 你是不是做IT的 我的室友说是的 他说 这个整个湾区 就你们做IT的人 买一起房子 所以大家坚持吧 既然已经转CS了 一旦有配 那就是 一个不幸福报的东西 所以不用放弃 保持身份的方法 我是之前有个intern 那个公司帮我 留着我的身份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感谢大家帮忙填一下 我们的问卷 然后我们对大家的这个反馈 然后我们最后要 进行一些评估 然后继续改善我们课程质量 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其实我感觉要走了很多外路 公司里加瓦开发 主要用mbp吗 哎呀不好意思 加瓦从此是前男友 我现在用的是python和scala 我没有代表性 有没有什么老师 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是看不能公司 完全不一样吧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说 in general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公司情况都不一样 嗯 对 行那行 今天就到这吧 时候也不早了 每次这边都都都快九点了 也是 每次要饭都没怎么吃 就过来 呃 就过来这个点点锅 不算了 过讲座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啊 行 最近他工作也非常忙 他经常写外都写到深夜 所以就特别 特别感谢他过来 这个帮我们做这个分享 然后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求职路上 顺利 然后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全美的这个 自知所高效的这个巡回演讲 那如果 你可以 访问我们的公众号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你们的学校的话 你可以抓住名册 或者是进员 是吧 好好地问一下 好好地问一下那个 呃 这个这个 就是关于求职的一些事情 呃 如果想想二维码的话 一帆把二维码给 把你的二维码再给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帆 然后一帆会负责把你对接到 呃 不同的活动 或者是不同的什么 什么什么 就是你有什么需求 就问一帆 然后一帆会帮帮你去对接的 那个 那个回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slide 再给大家看一眼 一帆二维码 呃 我刚刚看到有人说 那个 那个国内工作几年的 可以直接申请国外公 当然可以啊 尤其就像谷歌 facebook这种 它会帮你所有的 差举随用的 直接过来就行了 如果你被录取 你就直接在 它会帮你办H1B 你就直接等H1B 被抽中了 你就可以过来了 嗯 嗯 行 有什么问题 就扫一番是吧 扫一番 然后一番帮你对接 好吧 行 那就咱们想做 先就这样 咱们 过来 感谢观看